重庆日前公布了出席18大的代表候选人名单 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落选 而一度引人关注的重庆市长黄启凡则是榜上有名 那么同时上海人大代表名单也揭晓了 上海市政法委书记和重庆市一样无员市委常委 分析人士认为18代代表最新名单显示 黄启凡已经和薄熙来切割 而逐步重组的权力架构将会给政法委降级瘦身 架空周永康 重庆市委组织部21号公布出席18大的代表初选名单 在这份50人的候选人名单中 重庆市长黄启凡入选 而现任的市委常委有6人榜上无名 除了兼任市委书记的副总理张德江 将由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选出外 重庆市政法委书记刘光磊等5人将无缘出席18大 还有两名薄熙来的亲信没有进入市委常委 一个是被视为薄熙来文胆的两江新区党委书记徐明 一个则是薄熙来唱红的忠实推行者 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何世忠 与此同时上海第十次党代会22号闭幕 大会选出73名上海市出席18大的代表 其中包括习近平和余震申 政治局委员余震申续任上海市委书记 而上海市政法委书记吴志明不再连任市委常委 时事评论员任百明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 继广东省政法委书记被踢除新常委班子后 上海新选出的12位常委中也没有了政法委书记的任职 可见周永康所属的政法委系统权力被全面降级 已经不是个别地区的现象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内部规则了 是胡温为了削弱江系周永康势力 一个有步骤的举措 大家可以看到各地的这个政法委了 他进不了常委以后 这样从下而上 逐步的那个权 逐步的这个进行的这个权力重组 给这个政法委降党授身 从中呢架空这个周永康 我们知道广东和上海啊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地点 过去呢都是江系的大本营 网络作家吴建国也表示 从周永康落选河北18大代表 再加上重庆公布的50人候选人名单中 不难看出薄熙来的一些亲信被淘汰出局 这些人都说明胡温在通过地方选举清除异己 特别是江泽民的学债派 包括学债派的主要代表周永康 但是呢像黄其凡这样的人仍然当选 说明胡温在一些问题上还得获吸你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 重庆市长黄其凡 市委常委徐静业等人入选 意味他们已经和博安初步切割 新早安记者长春李安安采访报道